插电,我们收到机器以后,首先插电,这个220核的电压插电,插电以后这个是开关,机器的开关,打开以后呢,看到没滚筒就在转了是不是,在运行就可以用的了,然后这个调速度快慢,这个是调速度快慢的,调快慢,然后的话,这个是加热的转换开关,我们一打开,这个温控表的灯就会亮,看到没,绿灯表示在加热,红灯是表示保温,但是我们在打开这个加热开关之前, 一定要先加水,这个一定要先在这个下层盆,加水盆里面加水,这个盆是可以拿进拿出的,上层盆是放胶的,放果冻胶或者白乳胶,下层盆,这个是装水的,水位一定要超过这个上层盆的底部,要盖住发热管,发热管不能干烧,因为发热管的话,我们是不保修的,因为它只有不加水才会怪的,然后这个,这个就是港门线, 感应温度,控制温度的,比如说我们调到85度,我们调到,一般我们是调到85度左右,调到85度它就会恒温,然后它会自动的加热,或者不加热,它就是保持在85度,靠这个港门线的,这个港门线,然后的话呢,这个,呃, 现在就是这个调节,调节这个,这两个手轮是调节产品的厚度,调节我们过脂的产品的厚薄,调这个手轮,这两个手轮呢,就是调节浇水的厚薄,就是下面这两条滚筒的后屑,调节浇水的厚薄,这两条,这个是胆纸片,就是防止我们的胆纸会卷进滚筒,就会用这个来挡住它,从这里出来,这个的话,嗯, 嗯,这个是可以随便移动的,这个呢,这个,这样是活动的,我们可以随便固定它的位置,根据指的后保,可以固定在这个位置,也可以,可以送了以后,固定在这个地方也行,这个可以随便固定位置,根据产品的后保,这个就不用固定的哈,这个不用固定的,只固定这里就可以了,然后就是这个是刮胶片,就是多余的胶水,从这两端这里刮下来,流到胶片, 浇水盆里面刮胶水的,滴到下面,这个可以调,调,调进调出的,这里可以调节这里,然后就是加油,加油的话,这个中滚筒上面这个油杯,这个油杯和这个油杯,是加中滚筒上的油的,就是中滚筒上面加油,保护里面的同套,不会磨损,这个两个油孔,这两边,两边的油孔是加机油来防止小滚筒那个主套磨损的加机油,大滚筒 上面的话呢,现在我们是用竹层的话,就不用加油的了,然后清洗,清洗的话呢,我们可以打开开关,清洗的时候,我们可以插电的情况下来清洗,就是转到慢的时候,用这个海的软,海的软的海绵,或者说布来这样,清洗滚筒这样,插两条滚筒,也可以关掉电源,以后我们手转动这个,黑色手轮,黑色手轮转动的时候,我们这样一边转一边清洗, 这样,这样就给安全,这样一边撞,一边撞,一边清洗就可以了 每天,每天用完以后,一定要清洗干净这两条滚筒上面的胶水,一定要清洗干净,每天加油,清洗干净滚筒 然后就,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,加热的一定要随时记得加水,这也是放水的哈,这个 这个是果冻胶融化以后,一定要放热水,放热水来把果冻胶融化,稀释搅拌均匀,才能用得好,放完热水以后,这里一定要及时加冷水,保证放热管在水位下面,这个是浇水盆升降的,这里 浇水盆可以升降,就是我们保证滚筒能够带上浇水就可以,不能清入的太多 浇水盆升降,这里 保证滚筒能带上浇水就可以了 浇水盆升降,就这样